云林县虎尾高铁特定区 跨越新虎尾7的景观吉倍桥即将完工了 这个新桥的取名学问也很大 因为不论是要叫做虎轮桥或者是二虎桥 听起来好像都有点怪怪的 因为这个谐音听起来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是虎人或者是恶虎 云林县长张立善干脆就在脸书上发文 邀请县民一起来脑力激盗 绑新桥命名 金黄色稻穗造型当主轴象征农意象 正是云林虎尾高铁特区 横跨新虎尾系的新桥梁 全长174公尺 塔高30公尺 桥面踩斜锁式放射状 历经三连建造 月底即将完工 但新桥名取什么可是让县福想破头 由于新桥两端 闲间虎尾正连接二轮箱 从字头取名 不论是虎轮桥或是恶虎桥 嫌疑听起来就像是虎人或是恶虎 怎么拼 怎么念 就是怪怪的 像是在骂人 所以睡平安桥也有人 就是睡一次倒睡着睡 我觉得万岁桥 代表庆丰收的意思 新桥名称到底取什么 往后更是苦手一面倒要叫虎兰桥 但还是不太好听 云林县长张立善干脆也在脸书发文 邀请县民一起脑力激盗 帮新桥命名 云林现在最大的一个极背桥 也是一个景观桥梁 那相信以后来高铁 特定区游玩的都会来这边打卡 新桥命名分两阶段进行 6月10号到6月12号提供桥名 第二阶段6月13到6月24号正式投票 由于新桥预期会成为云林最新的打卡热点 如果再有个好名称加持 新地标名气想必更加响亮 借国正宜与林蒼姆导 是三十五号提供的